看見琳瑯滿目的器具 以為來到醫院了嗎 別擔心 這裡是讓你耳朵放鬆的柴耳管 這些器具是用來協助客人 柴耳的專業儀器 每項都有自己的獨特功用 而究竟什麼是柴耳 跟自己挖耳朵有什麼不一樣呢 過去一般人對柴耳來講 不就挖耳朵 對不對 就是好像也沒什麼好體驗的 可是真的來清理這邊過後 發現覺得 其實柴耳跟傳統過去的挖耳朵的 那種既定影響真的不一樣 特別的放鬆 就是現代人真的很需要身心靈的 放鬆四方的出口這樣 就像你自己按摩 跟別人幫你按摩 是不同層面的一個享受跟放鬆 對 那耳朵裡面有很多的神經 特別是彌走神經這一塊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些人掏耳朵 在過程當中就很容易會睡著啊 或者是他會有很放鬆的感覺 會覺得喔 怎麼那麼紓壓 對 可是跟你自己挖是不一樣的感覺 在正式進入彩耳前 彩耳師會協助客人一同透過內視鏡 確認耳道狀態 再進入彩耳的正式程序 彩耳師也會使用各類專業儀器 為客人細心的掏耳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的客人來啊 那來之後我們還會透過內視鏡的檢測 幫他找出來真正癢的原因 跟不舒服的原因在哪裡這樣 除此之外 彩耳過程中的觸碰 都會讓人產生爐腔內ASMR的蘇瑪感受 讓整個彩耳過程不僅耳垢能被清除 還能得到通體舒暢的愉悅 其實除了環境音之外 我們在操作彩耳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手法 我們會透過十二道的工具 然後進行裡面的一個放鬆 你會有感覺 也會有聽到 然後前面的話會有一些像孔雀羽毛啊 放鬆 紓壓我們的三叉神經 對 那再來的話會有一個 你剛剛提到的顱內膏槽 我們會有一個顱內按摩 這個顱內按摩啊 就是透過我們的音叉 然後還有你這個方法進去 顱內按摩就是沒有經過大腦 我們大腦不是會有腦袋 會有頭殼嘛 可是它是最靠近頭顱裡面的按摩 很多人在那一煞浪之間 就說 我就拍滾耶 馬上就打呼了 對 它可以達到最深層的一個方法 本身我睡眠就不好的人 然後就有朋友介紹來這邊柴耳 我會覺得在這一個小時的時間裡面呢 讓我覺得很放鬆 然後而且又可以做到一個 我們耳朵的清潔的一個過程 那我感覺就是很舒壓很舒服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既能夠清潔到我的耳朵 還有我的洗耳朵 醒來之後我會覺得 整個人就是好像睡了八個小時的感覺 來到彩耳館 不僅會得到耳朵觸覺上的感受 整體空間舒適 空氣也瀰漫著讓人放鬆的精油 結束一整趟採耳過程後 還可以得到一份小點心舒緩身心 讓客人有最全面的放鬆體驗 記者朱金偉州府親高雄報導 你看到那儿就到了 对啊